她是一位出自高丽国的美丽女性,她的美貌能与西施,昭君媲美,从小精通琴棋书画,但幼年却屡遭陷害,她出身高贵却被当成贡品,进贡给元朝,成了一个扫地丫鬟。 其皇后人如其名,她的一生也是如此的传奇,虽然她的名号, 不如武则天如此响亮,但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便是她出身高丽却成为中国的皇后,她荣登后卫却出兵反歌高丽的行为也令人唏嘘,可这处心积虑的誓死抵抗究竟是为何呢? 这一切还要从她的出身说起,1315年一个深夜,呼逢大雨,一女鹰孤孤落的,骑士出生了,高丽杏州的这户人家也算是当时的大户,标准千金的她从小养尊处优。 亭亭玉丽,貌美如花,是当地十分出名的贵族小姐,自小尊贵的她天生丽质,在手心里捧着长大,但由于父亲是朝中重臣,她作为贵女,势必会与朝廷利益有所牵连。 她不知道的是,自她出生以后,她身上就背负着国家的使命,家族的悉心教导和栽培,也是为了她终有一天可以为家族带来荣耀,成为名门之后,或上贡朝廷,其是出生在高丽。 当时中国是元朝当政,而高丽作为中国的藩国一直与朝廷有着密切的交流,每年高丽也会在各大家族的中挑选士林的女子送往元朝。 为了得到了元朝的照佛,这项制度在元朝建立初期就开始确立,一直实施形成风气,甚至已经成为了规章制度,而众多女子的生命和青春都奉献给了国家和战争。 所以,高丽每年除了按照规定的条目向元朝奉献宝物,还要在世家大族和民间挑选女子供奉,以便与皇帝享乐,开支散业。 但是这种长期保持的婚姻关系,都是由女孩来牺牲自我,换取国家的安宁和物质回馈的。 例如,历代的高丽王都会迎娶蒙古国的公主为自己的妻子。 高丽王朝所挑选的女子送去元朝也是为了为妃为后。 换取国之安宁,但对于高丽的女子来说,她们的命运从来都不由自己做主,毫无人权。 即便是世家大族的女子也皆是牺牲,被当作贡品,当作礼物供奉给异国他乡的元朝。 为了家族和安定,她们只能牺牲自己。 所以,这项新照不宣的制度必然会被高丽女子所痛恨,其是自小尊贵,名门贵女。 相貌堂堂又聪慧无比,自然会被当作贡品的一员,供奉给元朝。 她们身上所背负的家族荣耀和国家稳定,无非是希望她们有一天能够得到元朝皇帝的宠幸。 成为后宫权力的把持者,从而帮扶母国,强大母国。 但是,虽是名门贵女,她们在元朝后宫的地位却仍然是十分低下的,甚至还不如一个洒扫宫女。 而元朝也知道高丽的目的,防范心非常高,只安排她们做一些粗活、杂活,甚至日常连皇帝都无法见到,相比其他的女子来说,也许其是更多了一分运气。 她刚刚入宫就可以在元惠宗身边伺候茶水,已然算是比较高的起点了,但谁都不曾想过,这样一位女子最终会登上后卫,掌管一国之政,甚至会出兵反戈母国。 她与母国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,她隐忍不发,但也不愿让自己的一生就这样消沉,于是,她便借机,前走元惠宗身边的工人,只留自己在身侧,她在醉酒之时,试图得到元惠宗的宠幸,天生貌美的她,身上又有着十分强烈的抑郁气质,很快被元惠宗注意到,并且将元惠宗迷得颠三倒四。 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情况再次上演,没过几日,元惠宗便将她策立为妃子,即便知道她是高丽供奉来的女子,也丝毫不在意。 而元惠宗的宠爱让当时的皇后达纳施礼非常气愤,便将其事视作眼中钉,并动用她中宫的权力对其事进行肆意折磨,达纳施礼出身蒙古,父亲权力之大直逼皇帝, 所以傲慢至极,甚至有时连皇帝都不曾放在眼中,从不顾及皇家的颜面和皇帝的尊严,当她发现其事的存在之后,丝毫不顾及她是元惠宗的心上人,凌辱折磨,让她过得连普通宫女都不如。 颇有心计的骑士也意识到,宫廷内斗异常凶险,而自己想要在深宫大院里立足,势必要谨慎,更是要谨防皇后的陷害,而皇后的折磨,也让她萌生了对后卫的渴望。 只有手握权力,才能保护自己,根基未稳的骑士在皇后的监视和折磨下备受摧残,其楚楚可怜的样子激发起了元惠宗的怜悯之心,可由于达纳施礼父亲的官职实属过高,元惠宗也不敢轻举妄动,所以有心无力的骑士也只能隐忍不发,可没过多久,达纳施礼的父亲就去世了,达纳施礼也失去了往日的风光,又因兄弟叛乱而被牵连,最终命丧皇权, 骑士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机会,元惠宗一指诏书想要将骑士立为皇后,可当时掌权的薄言甚是反对。 因骑士不是蒙古贵族而拒绝其诏书,无奈至此,元惠宗只能作罢,挑选了红极次部供奉的女子薄言呼嘟为皇后, 就这样,骑士与皇后失之交臂,失去皇后为的骑士心生怨恨,便多次在元惠宗耳边混淆视听,出言诋毁博言呼嘟。 由于元惠宗的宠爱,以及骑士平时所表现出的天真烂漫,毫无心机的样子,元惠宗很快便疏离了博言呼嘟。 虽然骑士并不能让元惠宗一纸诏书费了博言呼嘟,但帝后的疏离,俨然已经让骑士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第二皇后。 1339年,在元惠宗的宠爱之下,骑士诞下了一个皇子,有了孩子傍身,其权力之大甚至已然超过了当时的博言呼嘟,成为了暗地里的正宫娘娘。 1342年,骑士再次诞下一位皇子,有两个孩子傍身的他,在宫中的地位与日俱增,他逐渐不满足自己后妃的地位,甚至开始掌握在宫中的生杀权力,骑士的家人也借骑士的势力在高丽国耀武扬威,十分嚣张,甚至不将高丽王放在眼中,备受侮辱的高丽王,下旨将骑士的家人全部杀害,心生怨对的骑士。 自此心中便埋下了灭掉高丽国的想法,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,骑士不得不拉拢人心,扩展自己在宫中的人脉和地位,于是他拉拢了一名叫做朴不花的太监。 这位太监也是来自高丽国,据说两人在还未进元朝之时就十分娇好,而在骑士被供奉给元朝之时,朴不花甚至甘愿沦为太监也要誓死追随。 两人彼此十分信任,在第二皇后的保护之下,调不花十分嚣张,在后宫更是兴风作浪,在前朝结党营私,唯一己私欲打击曾经阻挠过自己的丞相。 将他架空取而代之,称霸朝廷,虽说骑士风华正茂,美貌动人,但元惠宗作为皇帝,势必会拥有无数花容月貌,花心的元惠宗早已看上他人,对骑士的宠爱也大不如前。 心生怨恨的骑士便产生了逼迫元惠宗退位的想法,扶正自己孩子上位,可惜并未成功,但为了紧闭口风,在事情败落之后,骑士将所有知道此事的人都杀害了。 为了拉拢人心,营造自己的形象和口碑,骑士连年未处于荒凉之地的百姓赈灾,无数百姓享受他的恩惠,对他感恩戴德,但实际上却不知他的真正目的。 一时之间在朝堂上,他俨然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后妃之手,在第二任皇后去世之后,他理所当然地被元惠宗策封为皇后,男为阳,女为阴,自古强调平衡和对称的中国有皇帝,势必会有与之相配的皇后, 皇后在中国文化中,视为特殊,是除皇帝之外的,最尊贵的人,也是举国上下最尊贵的女性,不仅如此,按照古时的嫡长子继承制,如果皇帝去世,皇后又有所出,他理所应当便可辅佐新皇,掌握国家大权,成为最尊贵的人。 而成为皇后的骑士,已经成为了元朝最尊贵的女人,也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,沐浴着皇恩浩荡的她,在面对元惠宗日渐的冷淡,居然动了杀军的念头,除此之外,由于高丽国杀了骑士一家,他心中一直耿耿于怀,于是怂恿当时的太子,也就是他的儿子,出兵踏平高丽,为自己的父亲与家人报仇, 在骑士心中,皇后之位所带来的权力是他必胜的追求,他所要的并不只是权力这么简单,更是要名正言顺,要万人敬仰,要大家对他感恩戴德,既然五十岁的他终于在皇后去世时手握凤位,那么,扶正自己儿子做皇帝便成了他接下来的心愿和目标,但好景不长,虽然他一登后卫便教唆儿子出兵攻打高丽国,但儿子爱有十里达腊对战争谋略丝毫不精通, 这一次的战争并没有站上先机,甚至差一点丢掉性命被打得落花流水,虽然征伐母国的想法暂时搁置了,但是骑士在朝堂上的兴风作浪却丝毫没有停止,根据相关史料记载,骑士为了能够手握兵权,曾经想要让袁慧宗将皇位传给爱有十里达腊,但是由于爱有十里达腊在朝堂上势单力薄,并没有什么权威,于是骑士便私下结交大臣, 让丞相太平帮其在朝廷上谏言,但丞相太平可谓忠臣,不仅没有答应骑士的要求,更是直言不讳的上告皇帝所爱有十里达腊想要谋逆,从此,太平的命运便被骑士牵制了,他设计诬告太平,最终导致太平被袁慧宗流放,他在朝廷上排除异己,争权夺利,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权利,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爱有十里达腊顺利继承皇位, 随着袁慧宗的衰老,平不清云的他,在朝堂上可谓是没有竞争对手,1368年,在朝堂上甚至从未有朝臣敢指之点点,说三道四,身为正宫娘娘的他,终于拥有了把握天下的权利,可好景不长,他手握权力没多久,功成的将领便赶来, 由于宰相的离心,儿子爱有十里达腊的无能,他终将没有抗得过战争的攻击,连年战败的他,只能仓皇而逃,1369年,即第二年便寒恨而终,登上后卫的他,本可以借助高丽国的帮池而平不清云,手握朝堂,但还未等到他真正地攻下高丽国,自己所在的元朝便被人一攻而破,争强好胜了一生的他。 最终也在战争中,沦为亡命之徒,在兵荒马乱的仓皇而逃中,结束了自己的一生,也许是因为他的霍乱朝纲,更或许是他的心生怨恨,他传奇的一生中将无所善终,他作为元朝后宫的既得利益者,在登上权力的巅峰之后,并非收手,而是心生怨恨,试图排除异己,将所有阻碍自己的人,全部狠心杀害,令朝臣畏惧,令朝堂动荡,战战兢兢,无人帮持, 这种看似稳定却飘零的人生,只能将自己消磨在岁月的长河中,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